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请到的明星夫妻是李静严守信夫妇 欢迎两位老师 好了 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碰到了怎样的挫折呢 各位请看 第一次真的好的时候 真的觉得她特别可爱 我和她在一起吧 也有一年多了 就开始她对我挺好的 但不知道现在她为什么老是说我 她这种可爱 在别人眼中真的是很怪异的 现在已经慢慢变成了那种 刻意的去装作很可爱的样子 我觉得她这样真的是非常有问题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这样 一直都没有变 我平常穿衣服也是这样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现在就越来越经常的说我 说我这儿不好 那儿不好 说我和她走在街上 好奇怪 好吸引别人注意的 我觉得我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啊 因为这个事 她就老是跟我吵架来跟我闹 真的好烦呢 但是我们以后还要结婚啊 以后她如果她真的是一直这样 那我们的感情怎么办 我们还能走下去吗 有的时候看起来是表面的东西 我们得往深里去想一想 来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刘 22岁来自湖南 是您学生 女主人公小刘 23岁来自贵州 也是您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欢迎哈 阿曼好可爱 可爱是可爱的 但是现在受不了了 总是喜欢装可爱啊 卖萌啊 来获取别人的好事 谁装啊 那还不叫装 你给你父母打个电话 就是啊 喂 爸妈 你给他朋友打个电话 就是那种 喂 什么什么 还呵呵呵那样笑 我和我爸妈打电话 和朋友打电话能一样吗 姑娘 我问你几个问题 行吗 嗯 你今天这身打扮 是为了参加节目 特别打扮的吧 不啊 这我自己的衣服啊 常常就穿这个 他今天还算好的 他头上还没有戴 那什么鸡脚啥的东西 那是猫耳朵 猫耳朵是什么意思 不是 猫咪的小耳朵啊 好可爱的 这不是为了照相 穿成这样的吗 不是不是 他平常出去就这样 每次他一出去 别人都看他了 而且我总觉得 别人看我们那种眼光 就特怪异 跟他旁边我都觉得特别扭 啥别扭了 你又不是人家 你知道人家怎么想 我们本来就出去吃个饭 吃个火锅什么的 他已经穿成这样进去了 服务员让他点单 他就直接来就说 我要吃鱼 还学一样一声猫叫 你知道吗 那不多体可爱啊 我听他说 我问问啊 姑娘您今天想吃点什么呀 我想吃那个鱼 你看你家什么 挺可爱吗 就这样 就点个单 老板都给他招来 人家老板看我可爱 就去再给我点单 和我聊得那么好 又给我们打折 又给我们送拼盘多好 我需要他来给我打折 来送拼盘吗 每次就出去之后 老板来了之后 他就跟老板装什么撒娇啊 可爱就 老板 这个东西挺好吃的 就这个来一下 那个来一下 真的 我都不太相信你说这个 姑娘你这样啊 那个是个大老板 高级副总裁 你假设你去要 到他那应聘面试 你跟他来一下 你好 你来应聘什么职位 我想来应聘那个市场的 因为你看我这么可爱 那客户一定喜欢是不 客户喜欢你 不代表喜欢我们公司啊 那是客户喜欢我 我可以和他们沟通啊 客户印象也好了 公司谈单子的话 成功率也比较大不 可是我们大多数客户 都是女客户 女客户也挺喜欢可爱风 不是男女通吃啦 小孩也挺喜欢的 女客户会用心圈来说话 不要再长得眼 正常的说一下 我听一下 正常一点 我还 就平常都这样 有点转不过来 来 姑娘你回来吧 她真的是可以正常起来的 我刚才说我很多次要她改变 她不愿意改啊 她就这样 不是 那你追的时候是不是就这样啊 不 她追的的时候 比之前还要稍微正常一点点 她现在真的就是越来越变成这样了 你刚才说了一个吃火锅的事 对 她还有什么不正常的 五一的时候我们去旅游 她有票给弄丢了 我说要去补 她不乐意 她就堵在那检票口了 那为啥要去补票啊 她就堵在那检票口了 就一直跟检票员磨啊 什么 叔叔 你就不要跟我这样的小朋友计较 真的 我就在旁边之后 那个检票口都被她一个人堵住了 后面那么多人都出不去 她一个人堵在那 我们又不是没买票 我们买了呀 我买了我们干嘛又要去补票呢 又被时间又被金铭浪费钱 就真的是看我们笑话一样 你知道吗 我就真的是宁愿去花那些钱 我就给你补一张票行吗 我自己去你坐那儿休息可以吗 她不愿意 她就说她自己是个小朋友 跟检票员说 我看这不像吗 真的 你是吗 你有多大 你二三岁了 你还是个小朋友吗 我真的是跟个小朋友在谈恋爱吗 你又看不出我几岁 你看不出 但是你是吗 你自己不知道吗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啊 她是着装不成熟 而心里不成熟 都不成熟 你觉得她成熟吗 我就真的 带着小朋友出来玩一样 冬天的时候 她说一定要买个冰淇淋 我说大冬天的你买个冰淇淋 不拉肚子呀 她就一定要买 她说可爱 一定要买 干嘛不给我买的 她就僵尸着僵尸着 自己给我跑那个冰淇淋店里面去了 看一个这样 一个买饮料的人 她直接冲上去跟她说 大叔你能给我买个冰淇淋吗 还是一边撒娇一边说 我都看不下去知道吗 那不是为了气你吗 你不觉得你这样很危险吗 别把你拐走啊 你怎么知道 而且那时候你看 我跟你说了多久啊 你说我奶朋友 我想吃个冰淇淋不行吗 你就不能成熟一点吗 那后来这冰淇淋买了还是没买 买了 别人给她买了 她跑到我面前来跟我炫耀 一个冰淇淋又不要多少钱 人家看我可爱 不就送我一个 请我吃个冰淇淋 你说 我知道她单亲 她现在还这样说 她说是 我在旁边看是吧 就后来有一次不是下大雨吗 就我们那边还积水了 然后她跟我说要我去接她 我大概也就没多久 二十分钟左右我就到了 到了之后 我就为了给她打个电话 她跟我说她已经到家了 她说她看见一个大哥哥 给她借了伞 还把她背到车站 把她直接送上车走了 我说这个人 那肯定啊 你说那次事情我就生气 你想想 我一个小女生 我就这么大点 这个人你认识吗 你告诉我 这个人你认识吗 她说背你就背你 她给你借伞就行了 女孩她说背你就背你走啊 不然这次我没看是吧 她把你拐走了 你怎么办啊 你联系谁去啊 我都学校里面的吗 那她会发脾气吗 她会啊 她吵她就更逆人你知道吗 就她是一个糖 给我吃了 我都给逆死了 你呼的慌是吧 对 你不就喜欢我就要吗 你过头了你觉得吗 你现在就像个小朋友一样 你不知道吗 这个样子 我真的是带个娃娃一样 真的是 哪像我吗 你就像我孩子呀 你真的不觉得 撒撒娇不好吗 男孩不都希望 女朋友跟他撒娇 你带他出去 是不是回头率特别高 那那就不是一般的高 那不是别好吗 百分之一把二的回头率 我穿这样又怎么了吗 你看现在好多女孩子 穿着又漏胸 又漏大肥 你就看看现在谁 跟你穿的一样 你看 街上有个美女 你不看吗 美女穿你这样吗 到了旅游的景点的时候 出去的时候 我只像一个搬运工一样 给他背两三包衣服出去了 他就不停的自己拍照啊 自己帮自己玩啊 我是干嘛 扛衣服 他说我要换衣服了 谢一包 给他忙过去 那些行人本来还是拍景点的 拍着拍着拍上身上去 一下跟他一起合影啊什么的 这不人家看我可爱去想 我照相不也没什么不好 而且你帮我们俩 好男的出来玩一下 多拍点照片也是好的不 你还知道是我们俩出来玩 你把我放在哪了 出来当个搬运工我在干嘛 你照那么多照片有我吗 有几张 有几张 你拍了那多少照片 多少张几张上百了没 我跟你在一起有几张 超过两位数没 我觉得我就是那一道景点 还是没人拍的那种 也是有的不 能不能不这么穿了 他不愿意你这么穿行吗 我不 我穿不了别的 我就穿这个行 在学校我都一直这样穿 我突然一下改风格 我怎么改啊 你以后要工作的话 工作单位老板肯定不能让你穿成这样 是吧 我可以去从事 能够穿这样衣服的工作 能从事你这样穿你这样衣服工作 有什么呀 告诉我 三岁四岁 还让你穿这样衣服去工作 不挺好吗 你看 人家三四十岁的女人 人家的妻子都成大婶了 你的妻子还挺年轻的 你哪年轻呢 等我五六十岁的时候 我不就成可爱的老太太了吗 那是可怕的老太太 你们俩把这事想得太远了 真的不谈恋爱 真的吗 姑娘 你是真的认为人和人之间 可能就应该是这么很单纯的关系 还是说你觉得 因为你这样很可爱 所以你如果去可爱卖猛的话 别人会认你的账 都好啊 你看我自己又可爱 人家又听我的 然后有什么麻烦的话 我一撒娇不就没事了吗 那你除了对他撒娇解决了麻烦 你这个撒娇还解决过什么更大的麻烦 他解决的麻烦都数不清了 一天到晚卖模装傻葱的 哪装 我平常不 一直开始不斗这样吗 你看他现在这样 这个状态太危险了 我希望他真的能变得成熟一点 不要再轻易地去相信别人 然后跟陌生人这样去搭话这样的 那不是陌生人 我朋友请我吃个东西 我朋友请我吃东西 你也有意见 你那不吃醋吗你 我每个月 我有几天能找到你的人啊 你告诉我啊 你个电话过去 喂你在哪呢 我在跟我朋友逛街 在吃饭呢 跟谁啊 跟某个某个什么什么朋友 好 你问全是男的 你是异性朋友很多吗 嗯 就很多 就是我像小妹妹啊 就很宠我啊 喜欢请我吃东西什么的 那他们知道你有男朋友吗 知道啊 一天要吃个东西 他也不告诉我 他也自己不愿意去买 发个微博 发个朋友圈 发个卖萌照什么 就然后就发 然后就说 今天想吃什么巧克力啊 什么什么 什么棒米花之类 下面一堆人给他回复 有些人就直接给他送过来了 朋友请我吃个东西不行吗 有时候 有时候我就一过去看 桌子上一大堆零食 哪来的 别人给他送的 你又不能老师天天给我送他 而且我就 我怎么不能天天给你送他 老师这样弄过去 你是个乞丐啊 天天问别人 我哪有乞丐 人家都愿意送我 我又没求谁 我自己想吃东西 我发个朋友圈 我求谁了 我 我只想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然后人家就 朋友圈 别给你留个眼前 那么腻着 我哪像乞讨的了 你吃个东西不能告诉我是不是 你看嘛 像我这样 我一个月没花几个钱 我就过来 你呢 你像我这样 你就饿死了你 你今天是为什么来啊 他老是要跟我吵了 是要跟我分手 我和他在一起那么久了 他一直都宠着我 我怎么可以跟他分手吗 我觉得他不太宠你啊 你平常你饿了什么 都有那些微博的朋友 就给你送吃的了 他不是说了一个月 你们也不能在一起待几天吗 有啊 也是有的 待几天那天挺开心的 他带我去游乐园玩 又带我逛街 游乐园玩你都能找别人要吃的了 还需要我给你掏钱吗 带个文票钱 进去之后还不用我管了 但也要你在啊 你不在我怎么玩啊 我在你旁边 你还可以问别人要吃的呀 他每次出去玩都问别人要吃的 不管去哪 都有人拍照 拍照之后 昨晚给他送吃的 他想吃什么之后 别人就问他你想吃什么呀 他说出来之后 别人给他买去了 姑娘你能为他改变吗 我这样子都已经很久 我一直都这样 我怎么改啊 我只希望要不他接受我这样子 因为一开始他追我 我都这样子 他现在一下子 因为你现在已经不小了 你知道吗 二三还小吗 我们不入社会了 你怎么办 你还这样 你以后该怎么办啊 不要不理我 不要 不看我 小吃鬼 老师洗礼已经炸了锅了 我都听见图老师说了 说曲总就吃这一套 你们俩到底谁吃这一套啊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我觉得这个孩子呢 还是挺单纯的 有点小 现在你真是就是一个孩子 虽然出对象了 但是还是个小孩 老觉得自己穿点啊 自己喜欢的东西啊 或者是跟谁要点东西吃啊 也无所谓啊 在谁面前傻傻娇 也不算傻 但是孩子我跟你说 你是个女孩子 从现在开始 这个咱必须得收敛 必须得改掉 你有好多东西 认识很模糊 容易吃亏的 知道吗 万一有一件事 你没想开 或者是别人把你算进了 你不就吃大亏了吗 孩子 所以说 你也听阿姨一句奉劝 真是 不温柔太可恨 太温柔太可怕 使得得把握 如果把握好了 你们俩还是 很好的一顿小青年 挺好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吧 我是不喜欢他对别人卖萌 如果他只对我一个 其实我还是可以忍受 但是他出去之后 他是对任何人 都是跟我一样的态度 我就觉得他现在这样 就根本就是没有 把我当做男朋友一样 我觉得 我听到的 他对别人卖萌 好像是因为 你没有满足 他的所有邀请的话 我真的觉得 你有点太残忍了 对 这段话特别妈妈 这是一个母亲 和父亲的对话 我想告诉男生的是 他的心理年龄 绝对大于23岁 真正聪明的是 他不是你 你还担心他被卖了 被卖了的人可能是你 事情非常严重 他不是萌 萌是一种自然而然 无意识的状态 一种可爱的状态 他不是萌 他应该叫撒娇 但撒娇又有点不像 第一 撒娇只跟自己 爱的人和家人撒娇 比如说父亲 丈夫 第二 撒娇是通过一种 示弱的方式来获取同情 而不是换取好处 它是通过一种 示弱的方式来换取好处 用一个什么词来体现 比较适当呢 卖弄风骚 虽然我这样说 可能是严重一点 因为他装出来的样子 确实很可爱 但是任此发展下去 就算是很浓的一种爱 我跟你说 大概只有父亲 训女儿的时候 才训得如此之 直接和直白 因为他担心 他害怕 一直这样下去 变成一种惯性的时候 有可能他走向了 另外一个极端 所以呢 在这个层面上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 因为年轻啊 二十三岁 考虑问题肯定是片面的 他会觉得这样很可爱 去放大呀 记住了啊 老师们的话 要特别留意去听 话重 但是 每一句 每一字 都是 他们发自内心 对你们那种关切和爱 可以撒娇 只对他一个人撒 我们没意见 别乱撒娇 记住了吗 啊 好好说话 记住了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剩下的时间给他们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小刘 我知道我这样不好 你是错了 但是 我还是很喜欢你的 真的 你说我们俩在一起那么久 你一直宠着我 一直护着我 我都觉得真的 没了你 我不行 在一起这么久了 其实我还是蛮喜欢他的 但是 他就是老是不听我的 要他改 他也不愿意改 他就老是 他老是喜欢 就除了我以外 他也喜欢对别人去撒娇 去卖某什么 就这点我真受不了 而且我也特别不喜欢引起人家的围观 那你给我时间 我慢慢改行不 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只希望 真的我就希望他能改得正常一点 而且说话方式 对我一个人撒娇就好了 不要 对所有 就漠视的人也能这样做 我真的就只是希望你以后能稍微改变得正常一点 那你也要给我时间慢慢改 我都这样二十多年了 你一下子 改不过来啊 这个不是说让你全部变 回家这样 出门那样 这你能接受吗 小刘我觉得你千万记好了 一个女人要去卖萌 真的是她觉得想要在你这儿得到关注 她在你这儿得到关注够多了 她就不会像其他男人去卖萌了 给予女人她想要的爱 我觉得对于一个女人来讲 真的就足够了 来两位请回吧 考虑好再出不出 来请关门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 这一对年轻的情侣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来各位一起输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开门 包包 你啊就不对 她也没对别人说包包 来来来 还有听闻老师 虽然有点凶了 但是我听到了你们对我的关心 我还凶啊 明明就她一个人凶了 那个大叔有点凶 那个大叔太凶了 你看 但是我听到你们对我的关心 我会宰的了 以后就只对她撒娇 再一起这么久 其实还是很喜欢她的 只要她这样的慢慢改过来 就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可以的 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好可爱啊 把戒指给叔叔 拉着妹妹的手慢慢走 哪一个 哎哎哎 别着急啊 感谢杰利亚对本节目嘉宾 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 一会儿你把这个礼盒送给她的时候 代表你对她说爱要有你才完美 同时要感谢东尼佩吉算师 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钻戒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 属于他们的神圣而浪漫的时刻 我以后就只对你一个人好 也希望 以后也只要对我一定撒娇就好了 我会一辈子跟你在一起 好吗 好 我会感到 我以后只对你一个人撒娇 事事不能极致和极端 来看这一段碰到了一些什么问题 来 我俩是大下学期认识的 你认识的时候觉得这个人特别优秀特别帅 然后就追着他 之后我们就开始慢慢联系 后来大学毕业之后他回水庄老家工作 我留在天津 我走之前他答应我说一年之后会回水庄庄找我 可是一年现在已经到了他还没有回来 我来自操州那边 然后家里很希望我能从天津顶大城市生活 我在这工作了一年 老板对我挺赏识 然后我的工作也基本上稳定下来了 我感觉在天津我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他也以各种理由拒绝说不回来怎么着的 我就觉得异地恋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如果他不跟我回去的话 我就打算和他分手 一年之后两个人异地的恋情 今天在这个现场 五位老师会怎么帮助他们呢 来 掌声请出这对情侣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龙 24岁来自苍州 电视网络推广 女主人公元月24岁来自石家庄 是一名培训教师 来 有请两位 大学同学 对 谁对谁先下的手 我先追的他 大几的时候追的他 大二的时候 因为我们认识 是在一个社团上认识的 那会觉得他特别优秀 啥社团啊 cosplay 不都说什么男追女隔层山 女追男什么隔层纸吗 这也挺简的呀 追一追也就到手了吗 追了多久就追到手了 没多长时间呀 一个不到一个月吧 感觉他也挺好的 很温柔 所以说很喜欢 那这么一谈就等于谈了三年 然后就毕业了对吗 对然后毕业我们面临就业嘛 我在天天投简历嘛 然后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他挺优秀的被一家公司录用了嘛 然后家里比较担心我 就怕在外边吃口嘛 就想让我回家工作 然后尊重父母的意见嘛 然后他在我走之前 他跟我说一年以后 他会回石家庄找我 可是一年已经过了 他还没有 我当时是这样打算的 因为我在天津有一个机会 能落在这儿 我想在这边先锻炼一下自己 给自己找一个工作的经验吧 应该算 毕竟天津是一个大城市 一年之后我打算去石家庄找他 但是过了一年 我觉得在这边 可是我想说 在哪工作不一样呢 石家庄工作也一样啊 天津工作也一样 对对对 等于一年之期到了 他又不想去石家庄啊 对啊 那你能来天津吗 我觉得天津之前投简历嘛 没有被录取 然后觉得压力特别大 然后没有特别大的信心 先要一个态度 在这一年之间 你们俩的情感是散了还是浓了 一开始感情 我俩刚分开的时候 短信 然后电话 然后晚上 每天我们几乎都会视频 不管他忙他的工作 还是我忙我的事 慢慢的他工作也忙了 我觉得他越来越不在乎我了 咱俩一开始视频的时候 我也是经常在忙工作 刚开始的时候 你对我特别在乎 现在你对我特别不在乎 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坐夜车是多么辛苦 周五晚上我要坐夜车去找他 我跟你说了 我说你不用那么辛苦晚上坐车过来 然后还得找我 可是我就为了要见你一面啊 咱俩可以打电话吗 你难道不就不想我吗 咱俩可以打电话啊 我不太想让你过来其实 我感觉他一个女孩子坐车过来 那你为什么不能坐车去他呢 对啊 你也一次没有找过我呀 你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你一个男生你应该主动一点 我这边工作实在没有一个固定的休息时间 随叫随到 而且我现在也可以算是一个领导的助手吧 好多场合都带着我出席 实际上面这一年 女生的感受是逐渐的被冷落了 我被他冷落了 我觉得他没有以前那么在乎我了 以前我过生日的时候 他都会凌晨给我发短信 告诉我生日快乐 可是这次我过生日 我等他的短信 一直等到早上 他都没有祝福我 第二天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你知道你今天什么日子吗 他说再怎么着 也得等我睡醒了之后再说呀 这跟以前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我前天晚上因为跟领导谈一个生意 然后喝点酒 喝酒这是理由吗 你连发一条短信的时间都没有吗 我因为我想好好表现给老板看 我想让老板器重我 多提拔提拔我 然后我想多挣点钱养活家 养活你 双方父母知道你们的关系吗 知道 我也求过我爸妈 要在石家庄给他找工作嘛 找到工作我要让他来 他也不肯来 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死活想留在天津 我好不容易从苍州那边 我们苍州地方非常小 然后我好不容易从苍州能到天津 到一个大城市来工作 而且已经努力了一年 拼搏了一年 我不想抛弃了一年 所有努力去石家庄那边 从零开始做起 你现在已经有了一年的工作经验了 你可以来天津那边 可是在天津那边 咱们也没有房子呀 我总不能一直租房子跟你住吧 咱们可以工作以后 等工作都稳定 可以慢慢 慢慢打拼 咱们的青春耗不起 在这一年里面 你重新的考虑过说 你去石家庄那个问题吗 还是实际上你觉得 我就要留在天津 我也考虑过 但是我不想白费我这一年的努力 不不不不 我想留在一个 城市环境好一点的地方 难道石家庄城市就不挖 不幼儿去的 那你就去了 对方人怎么样 反正我不喜欢 我就喜欢他 这样差不多 硬住了一下是吧 压力真的特别大 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就想让他跟我回去 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说我不跟他回去 他要跟我分手 我想让他 再多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 再考虑 我现在 真的特别的 你都有些什么问题 你来跟我说说 让我分享一下好不好 那边是我奋斗了一年 一个我的梦想 那边是 我的女朋友 而且我不想再憋在一个小的地方 我想有所成就 好吧 听明白了 如果说今天就是谈不成 他跟你分手的话 你接受吗 不接受 那你会去吗 话言就是说 你会为他而放弃 所谓的一片天 和你认为 很好的生活环境吗 不知道 姑娘我要问你 你深爱这个男人吗 我爱 你这个男人就认为 在这个地方 有他自己的一片天 你愿意跟着他一起 吃前面的苦 来享受后面的快乐吗 其实 说心里话 我挺乐意的 只是我觉得 他现在压力也挺大的 也特别难 我特别心疼的 可是他觉得无所谓 我看在眼里 我真的特别心疼 他是一个男人 他很多事 他自己扛了 可是我作为他的女朋友 我真的特别心疼他 怎么办呢 交给我们母为智慧的老师吧 来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以工作为借口 不去关爱对方 你自私 寂寞空虚无聊时 找前行旧爱 来填补生活 你自私 如果足够爱 城市当中没有自己的爱人 放弃也罢 工作计划的那片天当中 梦想当中 没有自己的爱人 放弃也罢 寂寞空虚无聊的时候 宁愿思念他 也不找别人来填补 也罢 老师说的没错 就是不够爱 当你扒进千辛万苦 在一个城市 立地更生 有了美好的工作 但却没有自己的爱人 这一切有什么意义 你得不到预期的快乐 而对于女方来说 如果你要是跟他去了天津 你将再次变为从属状态 本来就是你追的他 所以在他的印象当中 你就应该跟着我的轨迹来 所以他会有一种本能 就是你应该跟我来天津 而不是我根据实际状态 如果你再次做出了 从属的选择的话 他会非常感激 但久而久之 甚至会冒出 曾经舞台上有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老师 要面对吧 生活总是要面对 难题总是有解 我们谈来谈去 最后就谈一句话 爱是否足够 够什么都好办 这一分钟我希望你们 各自能说点内心的真的东西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真的不想和你分开 我特别想跟你在一起 因为我还是爱你的 这一年来 整天忙于事业 可能没有太多的关心你 其实我心里还是非常想你的 我其实很多次都已经买了去社装的票 但是一个电话被领导招回来了 人在打拼的过程中真的身不由己 我真的不想跟你分开 很多事儿 咱们还可以再商量一下 其实你这样也是有你的做法的 我挺理解你的 因为我看你工作的时候 特别的帅 而且我还特别心疼你 我就是觉得你没有以前那么在乎我了 然后你如果还像以前那样 那么在乎我 那么的爱我 我在哪都一样 因为我是爱一个 我想好你在一起 如果仅仅是因为在一起 而在一起 不如不在一起 如果要的是一片天 记住 这时候就不能要情 这就是生活 生命的重要不是在于占有多少 而是你能舍弃多少 自己想吧 两位请回 谢谢你 请回 请关门 一击十五个数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来 五四三二一 请开门 先说怎么解决吧 我觉得我爱他 我去哪都可以 就去石家庄是吧 去哈 去 去吗 去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筒 有请 接着给叔叔 感谢杰利亚 对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 当你把这个礼盒送给你 心爱的你朋友的时候 就意味着你向他说 爱要有你才完美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这两个人的浪漫时刻 我爱你 没有你 我 什么都不行 我们一定会幸福的 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 如果你真的想去 一定是发出内心的接受 不管在哪有多苦 你都要坚持下来 这样才是个男人哦 不会的 回去吧 看看是新的 谢谢 祝快乐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 接下来是你们 奉献智慧时间 一起进入 杰利亚爱情考验 爱情中 女人永远都想得到 男人对自己的关心 所以一个男人 要是足够爱一个女人的话 就给他说甜言蜜语 对他亲亲抱抱 并且给他真心的关怀 女人一刚也一柔 柔能化刚撑起天 刚能化为绕之柔 感谢杰利亚 对于本节目的 独家冠名播出 关注杰利亚 关注据划算 就有机会迎娶杰利亚 官方提供的 双人爱情海之旅 谢谢大家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